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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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全球開拓視野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愛全球視野 讓大愛帶您見識全世界 我是張福昌 這個週末克里米亞就要舉行公投 決定是否要脫離烏克蘭 西方國家和烏克蘭政府都全力在阻止 但是阻止得了嗎 而紐西蘭也打算要在三年之內 舉行更換國旗的公民投票 原因是目前的國旗跟澳洲很相像 而且有很明顯的英國資金色彩 但是這項換其公投能夠過關嗎 而剛剛獨立不久的科索沃 原本不能夠參加國際球賽 但是最近卻可以 原因何在呢 最後我們再來看看澳洲 昆斯蘭的衝浪節 場面非常熱鬧值得觀賞 首先我們來談談 克里米亞的獨立運動 克里米亞議會 以78比3的絕對多數宣佈獨立 並決定要在3月16號 舉行加盟俄羅斯的公民投票 而根據最新的民意調查 有超過80%的克里米亞居民 佔成家屬俄羅斯 因此從克里米亞議會的投票結果 和民調數據來分析 這個週末的公投 獨立會把克里米亞推向俄羅斯的懷抱 這意味著普廷將不廢一兵一組 拿架戰略要地克里米亞 這當然是普廷的一大勝利 烏克蘭新政府和西方國家 眼看俄羅斯就快要獲得克里米亞 因此心裡非常著急 因此動作頻頻設法要阻止 例如烏克蘭政府就下令最後通牒 要求克里米亞要在12號以前取消公投 否則就要解散克里米亞議會 而西方國家則拿出了公投 違反國際法的法律大刀 抨擊俄羅斯背後操作 但是這些最後通牒 和違反國際法的反擊力道 似乎微乎其為 很難產生改變局勢的效果 再說自從俄羅斯軍隊實際控制克里米亞之後 烏克蘭政府和西方國家 也沒有有效的軍事反制措施 因此在俄羅斯軍隊的加持之下 克里米亞更有信心走向獨立 前幾天有一架烏克蘭國際航空班機 從基輔要飛往克里米亞的 先飛羅波機場 但卻遭到塔台拒絕降落 而被迫折返基輔 由此可見烏克蘭政府 已經無法有效控制克里米亞的領空 既然領空主權已經喪失了 那麼烏克蘭政府要重新統治克里米亞 就比登天還難 這也難怪克里米亞議會和政府 都已經開始進行加入俄羅斯的準備工作 例如準備使用俄羅斯法律 改用俄羅斯盧布 並且要將俄語設定為官方語言等等 克里米亞是否會脫離烏克蘭 就看這幾天的發展呢 克里米亞議會以壓倒性的票數 通過宣告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 以及首府新費羅波脫離烏克蘭獨立 反彼是上雙黃般的俄羅斯國會也在第一時間做出回應 很明顯地宣布獨立是為了16號克里米亞公投加入俄羅斯來鋪路 公投還沒開始當地已經草木皆兵 我看到了 親二自衛隊員分發紅色弊章 浩浩蕩蕩走上街頭 醫院進出口被管制 前往機場道路被封鎖 領空也被關閉 除了到俄羅斯的飛機之外 所有航班全部取消 一架烏克蘭國際航空班機被迫折返機輔 被迫折返機輔 在此同時 北約派出一架空中濾脊機到烏克蘭周邊執行偵查任務 美國也不確定是烏克蘭或俄羅斯 在此同時 北約派出一架空中濾脊機到烏克蘭周邊執行偵查任務 美國一艘導彈驅逐艦抵達黑海 與保加利亞羅馬尼亞舉行聯合軍演 這是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 美國首度在俄羅斯加門口舉行軍演 戰役密布 烏克蘭向克里米亞下通牒 要求12號以前取消公投 否則就要解散當地議會 在此同時 烏克蘭國會通過組成國家保衛隊 在克里米亞邊境設立新的哨戰 但是烏克蘭目前只有6000名可以作戰的步兵 而俄羅斯部署在烏克蘭東部邊界的步兵 至少20萬人 雙方實力懸殊 俄羅斯實質上已經完全掌控克里米亞 美國提出嚴正抗議 美國眾議院通過譴責俄羅斯軍事佔領克里米亞的決議案 西方國家也強調不會承認16號公投結果 歐盟決定在5月25號烏克蘭總統大選前簽署聯合政治協定 並且加速金援 歐洲執行委員會通過再給烏克蘭相當於5億歐元 超過200億台幣的貿易優惠 包括農產品紡織品等貨物關稅全都取消 在美國主導下 世界銀行也準備提供烏克蘭30億美元 900多億台幣的融資 莫斯科對此解讀是西方資助武裝奪權的非法政府 俄國與歐美明爭暗奪的戲碼 恐怕短時間內還難以落幕 俄羅斯軍隊會不會進一步入侵烏克蘭東部 是下一個觀察的重點 我們將持續帶您來了解 好 接著我們來談談 紐西蘭的公投喚起問題 紐西蘭是一個風景優美的國家 著名的電影《魔界》就是在這裡拍攝 讓許多人位置驚嘆 毛利人是島上的原住民 直到1769年才有歐洲人踏上這塊土地 而自從1840年開始 紐西蘭就成為英國的殖民地 而紐西蘭在1947年獨立建國之後 仍然和英國保持密切關係 並且加入了由英國主導的大英國協 尊奉英國女王為國家元首 由於和英國有這種緊密的歷史和政治關係 因此紐西蘭的國旗上 就出現了英國的名字旗 清楚點出了被英國殖民的歷史 而且正面國旗和澳洲國旗非常雷同 很容易混淆 所以引起了紐西蘭更換國旗的念頭 但是就目前的民調結果來看 只有28%的民眾贊成更換國旗 而72%則希望保留原來的設計 因此更換國旗似乎還未成定局 左邊是英國米字旗 右邊畫上只有南半球才看得到的南十字星座 這一面紐西蘭使用超過百年的國旗 國內開始出現讓它功成生退的聲音 我建議我們再進行一步 進行現代新西蘭的歷史 以認識我們的獨立 通過一個新的帖 嫌國旗缺乏當代特色 總理認為左上元米字旗 大英帝國色彩太過濃厚 紐西蘭最初是英國殖民地 1907年便自治領地 1947年完全獨立 紐西蘭與英國王室關係也很密切 不過很多人還是想洗去 曾受英國殖民的刻板印象 紐西蘭更換國旗的另一個理由 是因為與鄰國澳洲的國旗實在過於雷同 雙方旨在星星的數量與顏色有所區別 其中的差異恐怕只有澳洲與紐西蘭人 才分得清楚 讓我們去檢查 請問有些無疑問的移民 您可以告訴哪一個是哪一個嗎 從這裡 我覺得這是澳洲的 你覺得什麼嗎 我沒有想到 另一方圈 你拿個想法 我想那應該是澳洲的 那應該是另一方圈 對 另一方圈 另一方圈 對 另一方圈 國務要舉辦一場意志公投 時間將在九月國會大選結束後 選民可以在公投中決定是否贊成換旗 外界更關心的是 如果決定更換 那麼最終新國旗會長什麼模樣呢 總理凱伊推薦 用這種黑底銀爵圖 作為紐西蘭國旗 因為銀爵不僅是紐西蘭特有職務 也象征仙人 碧露藍綠的開拓精神 同時還能夠振奮紐西蘭的民心士氣 大家注意到了嗎 紐西蘭最自豪的橄欖球隊 一身黑球衣上就是秀銀爵 運動健將東征西討 讓黑底銀爵在世界競技場揚名例外 難怪成為新國旗大熱門 總理還拿加拿大當例子 因為在1965年 同屬大英國協的加拿大 就是以凸顯國家特色為由 用全新設計的楓葉旗 取代英屬自治領地旗帜 不過就如同加拿大 紐西蘭醞釀更換國旗的同時 卻也有民眾持反對立場 其中退伍軍人族群 態度非常堅決 今年2月出爐的民調顯示 紐西蘭72%民眾希望維持不變 只有28%贊成更換國旗 看來現任總理 除了通過9月大選考驗 還要爭取更多認同 才能讓黑底迎爵旗走出運動場 飄揚在全紐西蘭 接下來我們來談談 科索沃的橄欖球隊 科索沃是一個年紀很輕的民族國家 原本科索沃是塞爾維亞南部的一個自治區 境內90%的人口 是信奉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 因此和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 有很嚴重的文化、宗教和種族上的衝突 雖然塞爾維亞政府已經賦予科索沃自治的地位 但是科索沃仍然沒有停止獨立的腳步 終於在2008年2月17號 由科索沃議會宣布獨立建國 成為第七個從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獨立出來的國家 但是這種由議會單方面宣布獨立的做法 卻沒有獲得國際社會普遍的承認 雖然海牙國際法庭曾經在2010年7月22號 以10票同意、4票反對、1票棄權 裁決科索沃獨立符合國際法 但是這項判決也沒有產生全面接受科索沃的效果 絕至目前為止 大約有100個國家承認科索沃 塞爾維亞、俄羅斯和一些境內有分離主義運動的歐洲國家 例如西班牙和羅馬尼亞等等都不承認科索沃的獨立 也因為俄羅斯的杯葛 至今科索沃仍然無法成為聯邦國的會員國 也因此科索沃就無法參加許多國際性的組織 其中包括國際足球總會 不過最近足球總會 卻允許科索沃參加足球和橄欖球賽 使得科索沃可以透過國際賽事 融入國際社會 並且拋開過去的恩怨情仇 和過去敵對的塞爾維亞人在球場上相互切磋 形成難得一見的和平畫面 拉扯 撞撞 一群運動選手 球場上奮力廝殺 邵子生不時從場邊傳來 練習時違規動作不少 但正式上場比賽的表現 教練很滿意 在科索沃北部的米特羅維查 橄欖球隊員分別來自塞爾維亞裔與阿爾巴尼亞裔 大家放下歷史恩怨情仇 透過橄欖球互相競技 這在過去幾乎是不可能看到的 人口170多萬的科索沃 過去是塞爾維亞一個自治區 但是當地以阿爾巴尼亞人為主 經常因為族群和宗教信仰不同互起衝突 米特羅維查在1999年科索沃戰爭結束後 就一直處於分裂狀態 因為這裡北部以信奉東正教的塞爾維亞人為主 南部以信奉伊斯蘭教的阿爾巴尼亞人為主 兩派人馬兵分兩隊在球場上廝殺 而球隊能夠成立 則要感謝許多方面贊助 其中之一來自法國政府 教練有的就來自法國還有愛爾蘭以及美國 今天有的提款 對那個政府 對一個人都有 對一個人來自在 對一個人來自做大陸 對他們有關於 boiling 對他們三 genome 虽然各界热情赞助球队开打 但是在国际上 因为科索沃本身国际地位问题 连带的球队也还没获得国际认可 科索沃在2008年自行宣布脱离塞尔维亚独立 贝尔格勒当局拒绝承认 国际法庭做出解释 认为科索沃的宣布不违反国际法 至今全球已有大约100个国家承认 但仍然不是联合国的议员 在体育运动方面 国际足球总会最近准许科索沃可以组球队 包括了足球与橄榄球 这对当地是一大鼓励 也被视为是成为国际足球总会正式会员的第一步 科索沃也希望利用体育赛事来打进国际社会 从爱尔兰来的教练 同时也是非政府组织议员的阿迪尔说 距离成立科索沃自己的球队联盟 只差了一小步 虽然不乏政治导向 但对于持诚球场的球员来说 目的要单全的多 踢球 灰汗 运动本身就很快乐 服从游戏规则 中平竞争 从球赛中体会运动精神 对于往后不同族裔之间的和平相处 也会产生转移默化的作用 最后我们来看看澳洲的冲浪节 澳洲昆士兰向来以阳光海岸著称 这里是很好的冲浪地点 因此当地政府就举办了弩杀冲浪节 每年都吸引了相当多的冲浪好手 前来一较高下 最近就有来自13国的500名好手 前来参加围起6天的冲沙冲浪节 场面非常热闹 冲浪板随着海浪左转右拐 狗狗不断小碎步调整步发 只为了稳稳站在冲浪板上 狗狗搭上了主人冲浪的顺风车 跟主人穿着同色系的冲浪比赛背心 一起乘风破浪 一边冲浪一边耍帅 在冲浪板上转了一小圈 从冲浪板上的镜头看到 海浪一波比一波海大 小狗狗不断把自己的重心压低 不小心小狗后脚滑出冲浪板 不过又紧急把脚抽回来 以完美的姿势迎接更大更高的浪 让观众替它捏了一把冷汗 澳洲阳光海岸举办号称 全球最大的冲浪节 吸引了全球冲浪好手 和他们的宠物到海上竞技 宠物冲浪早已经是 弩杀冲浪节的重头戏 吸引了数千人围观 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 都看得目不转睛 不止比冲浪时间的长时间 还要比冲浪风格 另外一只比赛队伍的小狗 在接近终点的时候 来个180度翻身下水 观众马上抱以英雄式的欢呼 冲浪好手一字排开 在浪头上互标冲浪技术 有人一连冲过五个浪头 还有双人花式溜冰的精彩画面 在冲浪比赛也没有缺席 冲浪选手单手把人举起来的 高难度动作 在这里也可以大饱眼福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这里 它是一种梦想的 很多人都在看着 我们的生命中 有时候都没有找到 但是它真的做得到 这个地方是奇妙的 你能感受到的能力 所以它很有趣 好奇妙的 如果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生命中 我们的生命中 非常有趣 尤沙的生命中 鲁沙位于澳洲东岸 在澳洲原住民的语言当中 意思是有阴影的地方 在过去半世纪当中 鲁沙早已经是阳光海岸 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 不过在居民的压力 和市政单位的规划之下 当地没有高楼建筑 甚至高达三分之一的土地 都还是原生的森林 鲁沙提倡永续环保的生活方式 在冲浪节也得到了呼应 汤姆维杰纳举办了一个 环保冲浪版的展览 让热爱冲浪的人士 有了很不一样的选择 汤姆最近正在攻读博士学位 他的题目就是提倡 让澳洲当地的冲浪版行业 能够永续发展 在汤姆的心目中 原始夏威夷风格的冲浪版 最能够让爱冲浪的他 透过薄薄的木头冲浪板 去体验到海水的能量 因此反其道而行 制造一个能够用很久 而且不含坊间常见 有毒物质的冲浪板 让冲浪好手 有难得的环保冲浪体验 全球视野每天给你不同观点 全新感受 掌握世界脉动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